好赖屋前明星夫妇安吉丽娜朱莉和布拉德皮特最近再度燃起战火 朱莉对其前夫皮特提出一项令人震惊的新指控 起诉皮特在2016年在一架私人飞机上对自己和孩子们进行了严重家暴 其实这件事在几周之前已经有小到消息 不过当时朱莉是以匿名的方式起诉FBI 当年对于此案的调查不作为 最后此事竟然不了了之 朱莉这次重提的2016年的那次飞机事件 据称发生在他决定提出离婚的前几天 当时皮特因为孩子的事情与朱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当时孩子们也在飞机上 当其中一个孩子上前为朱莉辩护时 竟然遭到了皮特的毒打 朱莉从后面抓住皮特将阻止他 但是皮特将朱莉用力甩开 并把朱莉扔到飞机座位上 导致朱莉的背部和肘部受伤 孩子们冲了过来 他们都勇敢地试图保护彼此 皮特掐住其中一个孩子的脖子 并打了另一个孩子的脸 其他的孩子恳求皮特停手 他们都被吓坏了 很多人都在哭 当一家人在机场着陆后 朱莉独自带孩子们去了酒店 对于此次朱莉提录的家暴事件细节 皮特的律师团云以了否认 他们只承认当时皮特喝醉了 并和朱莉大吵了一架 皮特与朱莉离婚后 双方的战争才真正开始 之后俩人就一直为六个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打官司 经过五年的纠缠之后 法院判定由他们俩共同抚养 当吃瓜群众以为此事已经尘埃落定 没想到早前一个匿名举报 将2016年这件陈年往事又翻了出来 当时他们一家人正乘坐一架私人飞机 从法国回到洛杉矶的家 皮特失控否认期间有过任何虐待行为 FBI也在2016年11月结束了对本案的调查 而且没有对皮特提出任何指控 所以这次FBI也因为当年的不作为被牵扯进来 另外今年6月皮特指控朱莉 将他们2008年买的 法国南部的葡萄盐的一半权益 卖给了一个陌生人 朱莉秘密地找到了买家 并完成了交易 而这一切皮特都被蒙在鼓里 皮特认为这损害了该葡萄盐的声誉 并表示他们早就达成协议 在没有对方同意的情况下 绝不出售各自在家族企业中的权益 朱莉却称皮特的声明是虚假的 从未存在过这样的协议 朱莉还说自己曾经提出过 要把自己的那部分权益卖给皮特 但皮特要求他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禁止他在法庭外谈论皮特 对他和孩子的身体和精神虐待 根据福布斯的统计 两人与2004年相识 一直到离婚时 共计收入达到了5.55亿美元 其中结婚的两年时间里 他们的收入约为1.175亿美元 看来这对明星冤家的故事 远比他们主演的电影 史密斯夫妇还要精彩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关注我一起看好戏